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今天的穩超勝券節目 那舊的一年已經過去了 又來到所謂的新的一年 那當然明年就是暑眠 那今年賺多的 賺很多的一個投資人 我希望說你們明年繼續賺 越賺越多 這個就是閻老師 這個新年裡面的最大的一個希望 當然這個盤勢到目前為止 你要記得老師現在跟你講的 就是屬於一個多方走勢 那多方走勢裡面 它會形成類股人動 怕你起床名字又漲另外一種 每天上漲 這些族群可能都不一樣 當然今天這個大盤雖然下跌了 但是被動元件還是很強 今天的國劇再創破斷新高 今天的這個華新科 股價也是一樣 續航力非常強 那明年的被動元件會不會很強 我的看法是 這個應該 這個今年強明年被動元件 拉回的時候你還是要注意 但是明年有所謂的新的族群 這個新的族群會跟被動元件 一起往上衝 所以說進入到所謂的明年 元月的效益你一定要注意 但是你不用去猜說老師 這個元月的效益到底是先蹲後跳 還是直接噴出去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 透露一下先蹲後跳的機會上面 應該會比較大 應該會比較大 來看到這張字卡 這是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我在節目裡面不斷不斷的重複的 我相信今年看到這張圖卡的 老師跟你講的第四季要注意到被動元件 你只要看到這張字卡 我相信應該都是送奔迪啦 因為你第一個就看到被動元件嘛 但是你有動作跟沒有動作差很多啊 有動作才能夠賺得到錢嘛 沒有動作是賺不到錢 這個很清楚 我們看到這張古牌叫華龍 華龍在低檔區啊 你要去注意他 到底有沒有買點 這個叫做被動元件二線的 一天一根掌停板 兩天來兩根掌停板 第二天你還是有機會買對不對 但是不要去追啦 第三天也是一樣 我還是在節目裡面跟你講不要追不要追 連續大漲還是跟你講 股價有時候要買在低檔區 要買在低檔區 我相信這檔股票在最近的走勢很強 包含今天這個華龍的股價 在大盤修正 今天還是很強 今天還是很強 明年也就是說109年 元月份 你就要去找一檔像這種華龍這種 好不好 希望你找得到啦 如果說找不到的話 有時候顏老師的節目可以參考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那種從低檔區起漲的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到今天創新高的 應該有 應該有 那有時候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講 有時候你要加Line 加Line對不對 加Line幹什麼 我們在節目裡面不定時的 都會送出所謂的各 這個獨家個股的一個研究報告 這個資料在12月2號 12月2號禮拜一 我相信我在運動財英台 我直接請大家加Line 掃描QR Code 直接進來拿 直接進來拿的只有兩檔股票 錦德第二叫錦德 這檔股票今天有沒有再創破斷新高有了 股價今天來到352塊錢收盤價 收盤價352塊錢 那國劇的部分 今天再創破斷新高 尾盤還是上漲 這檔股票就是顏老師 國劇就是顏老師 跨年的一個代表作 我相信打電話也好加Line也好 來拿這份資料的人非常多 大概超過200通以上 有拿到的有動作的 你今天驗證了 顏老師跟你講的錦德 我相信沒有讓你失望 顏老師跟你講的國劇 到目前為止 跨年的代表作 在在的都驗證了 甚至這個禮拜我去演講會 演講會送給各位的對不對 這份資料叫跨年度 跨年度 108跨到109 最強的代表作數年 這個鈔票數不完 第一檔股票跟你公佈還是國劇 那既然公佈了就叫你不要去追 好好注意到下一檔股票 甚至我們有隱藏版的一些股票 希望大家怎麼樣能夠共襄盛舉 當然最近中國大陸發生了所謂的SARS 好像有這個消息傳出來 所以說今天的升級類股好像比較強對不對 但是升級類股 老師之前跟你講過了 達爾夫來這檔股票 就跟你講說有時候你不用去追 這股價每天漲提板你不用追 等拉回的時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當然今天達爾夫 這個股價也是很強 在找盤的時候一樣 有些人會去做動作好不好 那有些人他不會去做動作 那做動作的人今天對不對 這檔股票漲得接近6%好不好 今天來到創波段新高 所以說嚴老師的操作 我在節目裡面一而再而三的告訴大家 就是低檔區去買 不是帶各位去追 不是說帶各位去追 那當然有人會在節目裡面問嚴老師 老師你今年被動元件你看準了 那你認為明年的被動元件會不會漲 我認為明年機會更大 明年機會更大 你不要看國劇漲很多 老師今天的國劇 收盤價來到400多塊 437塊 老師今天的華興科 股價收盤價來到239 老師今天和聲堂雖然有拉回 但是股價也是創新高 你看到這些股票叫一線的 會不會一線漲完變二線的再動 甚至一二線怎麼樣輪流漲 被動元件其實今年有三個題材 第一個叫什麼產業翻轉 第二個叫做什麼消化庫程結束之後 出現所謂的拉貨的一個效益 一個叫漲價一個叫拉貨 另外一個可能怎麼樣還沒有公布 可能沒有公布 我記得去年最多的是什麼 併購對不對 併購 那被動元件裡面還會被出現併購 還會被出現其他的利多消息 庫長股 股東對不對 這個股東的一個所謂的效益 這個董監改選 我認為這個題材都在 明年被動元件還是要注意對不對 今年你看到老師的節目跟講被動元件 大賺錢 岩老師給你賺錢 岩老師給你賺錢 那應該每一個人都賺錢 那如果說你去年賺了 你今年想賺更多的 那被動元件拉回的時候要注意 但是還是有些股票 我在節目裡面講很久了 那這張股票叫景德 來跟你講對不對 股票操作低檔區去買 買低一點不要買太高 低買高賣先做第一次的操作 拉回修正 這個地方絕對人家不大敢買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股價修正很多啊 有時候股價修正很多 投資人他是不敢進場的 但是這個地方多頭趨勢沒有改變 反而是各位最好的機會啊 所以說這個地方能不能買 你自己判斷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如果說你的判斷是正確的 這個地方往上直接跳空啦 跳空啦 那又有人說老師這個漲太多了 拉回的話怎麼辦 我說拉回一樣嘛 這個動作一定要做出來 未來會不會漲慢慢看 這個是12月9號跟你講的 那有人說老師會不會到400 有人問說老師會不會到500 我不知道啦 但是目前為止的話 這個股價大概在350塊啦 這個你不要問問顏老師嘛 老師這個會到400還是到500 你這樣問我的話我覺得 尹老師把答案都寫在這邊嘛 拭目以待 你就慢慢看好不好 慢慢看 有時候股票市場裡面喔 你越不敢買 它越會漲 那我在把這張圖卡拿出來的時候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明天嘛 我昨天跟你講明天會不會漲 結果今天怎麼樣 果然是漲了 你不要說老師很準 這個參考一下就好嗎 參考一下啦好不好 基本面的消息我講得很清楚喔 景德有三項 一個叫做什麼5G 一個叫做Wi-Fi 6 一個叫NB 這個講很久了喔 今天的景德喔 來看一下喔 股價最高來到多少 345了 那當然有人會認為說 老師我要不要賣賣賣一趟 你缺錢了你就賣掉沒有關係啦 今天股價創破端新高嘛 你缺錢了你就賣掉 但是賣掉以後要不要接回來 那你就要注意了喔 操作股票 顏老師會拿證據給你看 景德的操作 來看到這邊 這是12月30號的 這個簡訊的內容 你自己看一下 這是今天景德對不對 今天股價再創破端新高 今天股價再創破端新高 來到多少349 那今天有沒有簡訊 今天有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景德的簡訊 我今天在早上9點12分 9點12分 景德 這個叫3152的景德 好不好 這個股價喔 我認為喔 這個叫技術分析裡面 最高等級的 一檔股票不是看一天啊 看一天的叫做日線嘛 看五天的叫週線 那日線週線看完之後 如果我希望投資人 你看到一個月線 好不好 如果說你三條線都看得懂 那你有機會怎麼樣 大賺錢 這個股票市場裡面 不是說看什麼內線喔 不用喔 你先看均線裡面的日線 週線月線 他們的分配是怎麼樣 到底怎麼樣 短線怎麼看 中線怎麼看 長線怎麼看 這個才是一個重點啊 不是說只有被動元件 它會漲喔 這檔股票好不好 但是不是叫各位去追啦 這個有些人看到我們 看到我們節目啊 拼命的去追股票啦 真的都不知道說低檔去 去布局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比如說國具的部分來 我相信這檔股票我講很久了 講很久了 但是你有沒有賺到錢 你心裡面很清楚 因為股價再創破端新高 好我們回頭來看一下好不好 買在這個地方的人 應該賺最多 這個叫做起漲點 漲上去有耐心的人 會等拉回 買在這個地方的人 可能也會賺很多啦 這兩個點是絕對 絕對會賺錢的點對不對 那股價創新高 有人就開始賣 有人賣得比較早啦 有人賣得比較晚啦 賣得早 這個賺得比較少 賣得比較晚 可能賺得比較多嘛 但是股價拉回喔 這個地方就要注意了喔 這個地方到底是該買還是該賣 這個地方判斷就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一天是屬於一個往下殺 是一個所謂的黑黑棒啊 這個叫做決勝負的一個關鍵 但是顏老師的會員我都講得很清楚喔 這一根下跌的話應該對不對 應該每個人都做了一個正確的一個動作 對不對 這個國際的股價 有人說老師啊這個喔 200會不會到300 300會不會到400 400已經到多少了 今天的話啊這個國際已經來到437了 以500塊錢減下來好像 老師啊好像快到500了耶 我說你不用急好不好 會不會到500我也不知道啊 有時候慢慢看 我上個禮拜我就跟你講嘛 這個股價404塊錢你就慢慢看 結果股價來到多少 437塊 437塊 我相信喔 顏老師操作國際喔 我都拿證據喔給你看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11月13號的國際漲停板 請你怎麼樣 持股續報 來 兩筆單 有買有賣 拉回在出手 兩筆單 切入之後 一定要報勞 顏老師跨年的代表作 啊 一樣嘛 持續幫你追蹤好不好 這是12月25號的 啊 25號的 對不對 這個是在早上9點03分 這個是在早上的9點17分 都是講得非常清楚啦好不好 希望說顏老師的簡訊 能夠怎麼樣 能夠讓你看清楚一點喔 能夠看清楚一點喔 那我們不是說只有操作所謂的國際 好不好 那這張股價叫華 叫華興科 來 華興科的股價 來一樣嘛 它是屬於一個後發先知啦 國際先漲 國際 國際怎麼樣對不對 國際先發動啦 先發動 華興科那時候還沒有漲 那有人說老師啊 我就買國際就好了 國際最近漲不動了對不對 那最近很多人就開始怎麼樣 說老師啊 這個華興科會不會超越國際啊 這個地方你看得懂的你自己會做啦 你看不懂的話 有時候啊 顏老師的節目啊 你要稍微參考一下好不好 來 12月31號來 今天我跟你講掌完了沒有 掌完了沒有 華興科操作一定有證據啦 12月20號的簡訊 這是27號的 對不對 這是30號的 啊 顏老師操作啊 絕對都是拿 都是拿證據給你看 好不好 何正堂有沒有做 來你慢慢看 來你慢慢看 對不對 未來會不會漲 有時候喔 這股 股票操作啊 不是看一天啦 也不是看兩天啦 有時候股票操作 你要稍微做長一點好不好 有時候你做太短啊 反而怎麼樣 賺不到錢 我相信每一檔股票 該講的我都跟各位講了 何正堂簡訊在這邊看一下好不好 12月25號的 12月27號的 包含啊 12月30號的 顏老師都是拿證據給你看 那未來會漲什麼樣的股票 你不用猜 因為今天是假期對不對 好那假期 顏老師今天啊 應這個投資人的要求 這個 這個去年賺多了 沒有關係好不好 我們把之前就把它 就把它忘掉好不好 那從現在開始喔 去年賺太少了 現在更要把握機會 那當然啦 今天我們要推出一檔股票 叫單股手單 單股手單的股票 那請大家要做一個動作喔 那這一檔股票 我們會在新春開紅盤 新春開紅盤 我們會進場佈局喔 那當然啦 這個華龍很標 很標 一二三四五五根漲停板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也就是說 六個交易日裡面啊 上漲了多少 上漲了53% 那今年的行情裡面 有沒有比華龍要更標的 我認為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啊 我要把這檔股票 跟大家做出個分享 那你要不要打電話進來 你要不要加LINE 你要考慮一下喔 有人說老師這支我就沒做到 還有沒有比這個更強的 我認為有 我認為有 老師有沒有像景德一樣的 這個股價可以上漲幾乎翻倍 對不對 老師國巨喔 我又沒有做到 我相信老師在節目裡面 講的股票啦 再進行都創新高啊 應該每一個人啊 有操作的應該都有賺啦 國巨賺到了老師 恭喜你好不好 我恭喜你 你買到景德的 老師也恭喜你 那這張股票很強嘛 叫華龍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舉華龍 也就是說最近的 這個成交量不是很多啦 這個股票操作有時候啊 買那種小型的 大概比較會有機會啦 這個有時候看行情嘛 行情好 這個高價股大小的比較會去 如果說量縮整理的話 像這種華龍的股票 這個上漲的機會 應該會比較大啦 那我今天啊 正式的推出一檔 叫做華龍的接班人 華龍接班人是哪一檔股票 如果說你想知道的 我今天全線開放 今天全線開放 運通財經台裡面 今天只要看到的 你現在用手機掃描 我們QR Code的 好請記得 現在趕快打開手機 直接掃描 未來會大漲的股票華龍第二 今天我們全線開放 沒有名額的限制 那未來會在第一時間點 直接通知你華龍第二 華龍第二 不要覺得說華龍很標對不對 華龍第二 華龍接班人更標 趕快掃描QR Code 好我們會在第一時間點 直接通知你 在起漲點的時候 在起漲點的時候 我們會在這個Line裡面 直接通知你好不好 今天掃描QR Code加Line的人 最新標股訊息都在裡面 請留下你的姓名 跟你的聯絡的一個方式 等到禮拜四 禮拜四1月4號對不對 這個對不對 這個準備要漲的時候 準備要漲的時候 我們會直接通知你好不好 所以說今天機會非常難得 你要好好的把握一下 這機會來了 你就要好好把握 華龍沒有做到的 趕快華龍接班人 這個機會非常難得 現在馬上用手機掃描QR Code 沒有名額的限制 留下各位的姓名 聯絡一個方式 打電話進廣告 好 輪圓投顧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式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 投資最佳起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2321-9933 樓圓投顧嚴分析師 畢竟多次蜿蜒於空投 擁有二十多年股市經驗 擅長基本面分析 經驗大盤結構 最能凍竹基先 充分掌握風險 激其賣訪公司 深入產業研究 集中火力快速累積縮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輪圓投顧制服專線 02-2321-9933-2321-9933 輪圓投顧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式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 投資最佳起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2321-9933 車怎麼可能啊 車怎麼可能啊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寶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拨打110報警 或119救護傷害 三 交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 無人受傷時 將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棒 波 跨 儀等就對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新年新氣象 那當然去年的被動元件很強 那跨路到明年 這個被動元件有拉回 那投資人 你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除了被動元件以外 那還要注意到光學族群 今天的光學族群也很強 那玉金光 中陽光 亞光對不對 都很強 那會不會去接棒所謂的被動元件 我認為這個資金 有時候會往這個光學族群走的時候 那你要注意的 但是不是叫各位去追 有時候低檔區 這個底部要去做布局的動作 那有人問說 老師那矽金元有沒有機會 你會做的你就自己做好不好 你不會做的 這個電話可以撥進來 Line可以加一下 我可以有些意見 讓你參考一下 但是未來要注意到 未來選股的話 會重於大盤 選擇股票 絕對是重於大盤 你在未來的盤勢裡面 只要買進一檔標股 只要買進一檔標股 就能夠立即的翻身 那我今天還是要鼓勵大家 這個天底下 這個沒有失敗的人 只有放棄 只有放棄不願意嘗試的人 只要你願意嘗試 我認為這個成功的機會 還是非常大對不對 之前岩老師跟你講國劇 這檔標講很久了 我都希望說每個人都可以買低一點 不用去追 盡量買低一點 但是買低的股票 你可能覺得說不會漲 對不對 可是後來證明 這被動元件真的很強 但是希望你買低一點好不好 你不買低也買拉回 每一次拉回 多頭格局裡面都是一個機會 國劇它是領頭羊 那未來華興科會不會追上國劇 我不知道 你就慢慢看 還是這個接棒人是何生堂 何生堂也不錯啊 現在這個對不對 這個位階也是很低啊 還是說是麒麗星 真的有時候鼓勵要操作你 你不用猜啦 你猜這樣子有時候猜不到 那之前對不對 有人說老師這個景德 漲一漲就沒有漲了 結果今天對不對 再從波段新高好不好 那現在把注意力放在 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來請操作最強最標的 在低檔去起漲的 有機會漲三成 有機會漲六成 有機會翻倍的股票啦 那最好是速度快一點的 華龍 來這個最近很強的股票 華龍的接班人是誰 今天只要各位 掃描我們QR Code 直接加Line 華龍的接班人 這個接班人 就在我們的Line裡面 就在我們的QR Code裡面 立即用手機掃描QR Code 第一時間點掌握 最新標股的一個訊息 這個華龍接班人 開始要進場的時候 我們會在第一時間點 直接通知你 今天只要掃描QR Code 華龍的接班人 第一時間點 我們會通知各位來進場佈局 掃描QR Code 留下姓名跟聯絡方式 我們一起來分享這檔標股 我們明天見 對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人家說歹歹要買也有一步歎 所以 人家看這個投資無價值 一旦有藏我們的技術跟冬水 它的出段不太一樣 我們先替它做形態 電腦太美 沒得到 還用特別的化粧品 幫他人生苦 經過大火燒了 一顆一顆都變成白色色 天褲褲 不可以讓你用幾次了 如果開了 我們都可以 散開了一杯 不得到 明天才開了 高一大兵 19933 輪圓投顧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企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吹大主吧 好啊 走 小心 媽 我走了 媽 哥你趕快打電話了 救護車 救護車 在1966的協助 從婦人照顧服務的協助 以及我的高血壓高血糖 都在營養師的照顧下 都一一得到了幫助 現在 我就跟我的孩子去慶祝了 在家裝窗戶的陽台 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